草莓靖明年YouTube 應該是看我的臉就知道我是世行小坤林了吧 好啦 世行 楊辰霖可以嗎 好啦 世行沈玉林 隨便你們 隨便你們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講這個我是世行小坤林 然後我就有人講什麼沈玉林 有人在台下給我喊 世新伏馬鈴 你說到沈玉琳就算了 他至少是個人 但伏馬鈴 他是防腐劑 他是那些泡屍體 我看起來很像法師嗎 我會超兔嗎 還是我很像自然的實驗室 我不懂 而且你們知道我叫世新小昆林 應該也知道我是讀世新的吧 我就是講了一句廢話怎麼樣 因為我現在其實是世新的大三生 我今天人20歲 真的真的 我正好現在講笑話的 但是這不是個笑話拜託 因為我每次講完這句話 都會有人私底下跑來跟我說 佳玉佳玉 你真的20歲嗎 然後我說真的啊 我剛才不是說It's not a joke 了嗎 他說我以為這句話也是個joke 而且重點是這個笑話 是在我18歲的時候寫的 我不知道我20歲還可以用 就是顯然我的臉 還沒有超越我的年紀 你知道嗎 希望這個笑話可以一直講到我30歲 因為我現在讀世新嘛 我覺得世新是一個 就是無時無刻都在拍片的學校 對吧 紫嬌 謝謝 By the way 我很愛你 欸 真的 我今天看他決賽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我會進決賽 我進決賽最大的一個誘因 就是黃紫嬌 真的 對 嬌哥我真的很愛你 Oh yeah Yes 喜歡紫嬌來個掌聲 因為你這句話 你剛剛從2分變3分 謝謝 因為世新真的是一個很愛拍片的學校 然後我還記得我大業的時候 有一個作業就是需要拍微電影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角色的需求 需要找一個視覺年齡13到15歲的女生來演戲 然後我就開始問一下我身邊的朋友說 欸 有沒有要來試鏡啊 就找著找著 就有一個人跟我說 欸 嘉宇 你怎麼不自己來演就好了 我覺得很感動 你知道嗎 我說可是我長得那麼臭啊 我要怎麼演 他就說還是可以演啊 你可以演 你看起來很老的國中生 我寧願去演 看起來比較醜的昆嬌 真的 假如要世新我不得不說 就是我那時候剛讀大一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 欸 帶著我大學生嗎 有嗎 可以舉個手讓我看看嗎 喔 好少 那接下來怎麼辦 我還是會照講 沒辦法 就是這樣講 因為我不得不說我讀大一的時候 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談戀愛 因為我國高中都有談過戀愛 我讀大一的時候我就是母胎單身 所以我上大學 最想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談戀愛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就是我操保的條件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簡單到我講給你們聽 我操保的條件就有三個 一 男的 二 活著 三 不是 gay 所以 基本上是連我阿公都pass 然後蘇公 蘇公沒有pass 因為他已經死了 抱歉啦 蘇公如果還活著 說不定是有機會的 真的 我覺得很奇怪 是就 我操保的條件 就這三個 就這麼簡單 但我還是沒有找到男朋友 我媽就跟我說 佳玉 看男生不能只看外表 我覺得對 看男生真的不能只看外表 要看他的姓像 真的真的真的 很多人說什麼 女追男隔層殺 狗屁 女追男隔的是gay 真的 各位女性 如果你現在單身 如果你要追任何一個男生之前 請確認 他不是個gay 你再去追他 不然就是會魚棒相針 你知道嗎 就是鮑魚 就是鮑魚跟棒子追一個棒子 有必要嗎 有必要嗎 笑夠了 好煩死的 魚棒相針 那現在 過了一年多 我現在大三了 我覺得到了大三 心情上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我覺得到了大三之後 我開始變得很迷茫 因為大一大二 你還可以就是想 談戀啊 然後可以玩什麼的 可是到了大三 你就要開始 思考你自己的未來要幹嘛 我說真的 我現在問我 我真的想不出來 我未來到底要幹嘛 所以我就去聽一些外面的這種切講座 想說可以最 就是找尋一下自我 我還記得那堂課的主題 是如何提升自信 我說好 這個東西很重要 然後這老師就 就做了一個互動說 來同學 你現在找一個partner 然後你問他說 你的缺點是什麼 然後你就根據他的缺點 來稱讚他 然後我聽到這邊說 然後我覺得 就是還有點忘什麼意思 我就說 老師請問你可以解釋一下給我嗎 他說 佳玉 你覺得你的缺點是什麼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說 老師 我覺得我的缺點是 我很笨 老師就看著我說 佳玉 怎麼會呢 你已經發現你很笨這件事了 我聽到頭一個 我發現我很笨 所以我很聰明嗎 還是 還是 我好棒 還是 哪一天 我不懂 哪一天我可能很難過 我覺得 天啊 我現在自信心好低落 然後我想一想 我很笨 我好笨 我好開心 幹就是講尬話 我現在隨便點給觀眾 我問你的缺點是什麼 來 這位先生 就是你 你覺得你的缺點是什麼 沒有優點 你很難互動耶 你很難互動耶 靠北喔 認真好不好 我就不相信你就是個完美人 你沒有一個缺點 來告訴我你缺點是什麼 沒有女朋友 沒有女朋友 怎麼會呢 我真的不知道在你誇獎你 抱歉 抱歉 真的 我覺得企業講師 真的都在講幹話 抱歉 如果企業講師的話 等一下還是要記得投我十分 不好意思 企業講師講幹話 就是我都搞不懂 而且我除了不懂企業講師的東西之外 我還很不懂的就是 可不可熟成紅茶 真的 這台座應該都是要可不可熟成紅茶吧 都喝過吧 我其實也很常喝 但我最不懂的就是他的菜單 他為什麼要把他的菜單 每一個飲料 都取得這麼假掰 我真的不懂 真的 而且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飲料取得很假掰 所以他們每個飲料上面 都還有注釋喔 他們自己知道 我現在隨便講幾個飲料名字給你們聽 你們就知道到底有多假掰 OK 是不是下得很好 第一杯飲料太飛紅茶 注釋寫 咖啡與茶的神秘比例搭配 是多神秘 為什麼不講出來 再來 第二杯 熟成冷露 他寫 手工冬瓜與茶的更神秘比例搭配 幹這工殺小 更神秘是什麼意思 這還不是最討厭 最靠杯 我跟你講最後一杯 最靠杯 他寫 白與歐雷 他的注釋寫 真乃不解釋 你已經解釋了 哈囉 好 謝謝大家 我是家喻 你家我愛你 講完了 爽啦 爽啦 這要十二點 這要十二點 OK 好 謝謝家喻的演出 好 接下來呢 簡介我們來聽聽看 我們評審裁判的 田玉宇 第一次看到家喻 其實大概在兩年多前 然後剛好也是比賽 莎泰爾版的比賽 那時候覺得 哇 這麼難笑 但是 嗯 嗯 嗯 但是 但是在台上 一點都不確察 然後 把很多不好笑的笑話 一直講出來 嗯 那時候我覺得 嗯 喂 不是 那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 他很有未來很有希望 哇 哭了 所以我給他 分數其實不低 好 那是 兩年多前 然後 後來就是 家喻就是用一種 嗯 很大膽 然後 無所畏懼的方式 在走 在行走江湖 但是 到了 可能一年多前 他開始有點迷惘 甚至 甚至他 慢慢的有 稍微有點倦怠 倦怠 可是他這半年呢 又把自己的 以前那個 呃 無所畏懼的勇氣 又在pick up起來 所以 剛才的表現 我覺得 嗯 好好講 大概是 最近 你的 幾乎是 最好的表現之一 為什麼他講得這麼不真誠啊 他還是怕死的 沒有 他很真誠 好 唯一的是 那個 今天的文本 我覺得 還是有一些問題 然後ending 嗯 好 有 有改進空間 有改進空間 好 OK 家喻你有沒有想要聽聽一下 哪位評審 嗯 我這個人就是特別喜歡聽 姓黃的評審 姓黃 是 其實我覺得家喻的 欸 欸 馬上跳出來 欸 沒有啦 我真的覺得啦 如果我是周杰倫 我會娶你 哦 我要一個 真的在我生活當中 會呈現幽默的女性 然後加上我瞎了的話 然後 不是 我真的說 我很感動 因為家喻就是 他剛剛在場上的氣場呈現 不亞於任何一個 真的實際在辦售票演出的 呃 戰力幫也好 或是雙喜門也好的表演者 我覺得他跟 他有在辦售票演出啊 沒有 就是 呃 不亞於任何一個 賣得比較好的 售票演出的表演出 那你 我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在自己的台上 沒事沒事 不是 因為我說真的 你現在剛才 你跟觀眾那些互動 甚至OK 剛剛根本都沒有跟觀眾 去做這樣子的互動 你敢做這件事情 其實很厲害 他只做幾個 不要再挑 你們會不會聊天啊 就OK相對的 是做得比較少的 可是家喻作為一個20歲 他年紀比較少這麼多 他敢做這麼多的互動 真的是出生之毒不畏活 對 好 要不要聽奎丁的好了 不要聽我的 我覺得勇氣 我很有勇氣可嘉 謝謝 我是個勇氣的 對不起 勇氣可嘉 不用對不起 勇氣可嘉 沒關係 我就是個勇敢的女性 是 好 是不是還有一個人 還沒有講 你是信狂嗎 對 那個 因為她這麼喜歡我 我不好意思傷害她 沒關係 你說什麼我都願意 當然 我覺得你的表現 比較像是一個 班級裡面很搞笑的 一個同學的狀態 但是在台上 還是要有更多的 不管是細節啊 或是 剛剛講文本 可是你才20歲 所以這一點非常了不起 讓我相當驚訝 因為 因為 我看她的復學影片的時候 我以為她是一個 中年婦女 斜槓 斜槓 然後走出家庭 然後離開菜市場 決定抗章舞台 我看到這個 你的介紹 世昕 我的學妹20歲 你知道這有多了不起嗎 就是你老淚蛋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現在不覺得 你現在覺得好笑 但你到四五十歲 我們都開始老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只有她擁抱青春 因為她20歲 就已經老在那裡等 對 這是稱讚 真的是稱讚 出賽了 出賽了 你喜歡我就夠了 好 那有一天我們就組一個團體 叫Open Mic 可以 可以 我記得你的 真的嗎 OK 謝謝 我一定會找你的 所以你不要裝作 跟我不認識 這個不要亂給承諾 不要亂給承諾 他真的會當真 他會當真 謝仔IG怎麼謝 壓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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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加油